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要把UC Berkeley怎么翻译呢 就是变成一个Hispanic Serving Institution 专门伺候拉丁裔的学术单位吧 我的天啊 那就是公开 那他还上得了台吗 没有啊 他上台就是已经确定上台 然后讲的话大家都鼓掌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专门 就是说如何帮助这个拉丁裔 增加拉丁裔的部门 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是要 就是说推动增加拉丁裔学生 对 让他们能够上好的大学 不是不是 就是UC Berkeley本身有一个 如何就招更多拉丁裔学生的部门 来 你这好像苦笑 我只能苦笑 对 我们觉得我们这么认真 我们这么的这个知识教育 真的是从你打娘胎开始 对啊 而且我是觉得说 我怎么可以这么的 他公开这样讲 说实在不是一种种族歧视 是啊 所以我说他怎么能上台呢 对啊 他就是这样讲啊 哇 那没人抗议啊 好 来 我抗议好了 我们两个抗议 加州的这个所有的爸爸妈妈们 站出来好吗 我就真的有点小夸张 这不就是公开歧视吗 对啊 他公开讲 对啊 公开讲我的天啊 然后大家都鼓掌 好 这个是雪上加霜 在我的伤口上再刺一刀 再撒个盐 好 来 这个江主任 所以你直接跟大家讲一下 就UC加大比较起来 就说我们上加州州大 就是呢 CSU到底差在哪里 就是他们的评比 为什么大家还是比较喜欢UC 好 我们来比一比 加州州立大学 他有23个系统嘛 那他其实学生很多 就是将近50万人 然后这个教学员很多 45万人 他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学教育系统 世界上最大 然后也是美国最便宜的大学系统 好吗 最便宜 那我们应该很爱啊 对 好 然后呢 其实加州州立大学 说实在我们也蛮爱的 对于加州人民啦 因为除了就是说 加大越来越南境之外 UC这个 就是说UC加大是针对全世界 甚至就是说全国全世界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说全世界的人都会来申请UC加大 对不对 可是其实CSU州大 他其实大部分是 本地 就是本地 对 然后像加州本地的这个 就是本科学位有一半 其实都是CSU发出来的 所以其实对加州人民来说 他是更就是 就是说是比较多人的这个学校 对 然后一年发出去13万个学位 所以这是其中第一个差别 第二个就是说加大是 UC加大是研究型大学 他是主要教授都是做研究 然后拿研究经费这些的 那CSU州大 他是他的这个使命 就是他已经文明都写出来 就是说他是把学问 就是应用在实际世界里 就是说你的工作上需要的一些 那个知识 所以有点像什么 职业教育 哦 了解了 有点倾向 对 然后所以 所以这两个好处是什么 第一个我刚刚讲过 他是全美国最便宜的大学 所以第一个就便宜 那他学费一年大概就是五六千块 那就算你住校也是只有两万多块 就是加大的一半 可是你通常不用住校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23个分校 对 就你家附近就有 所以他就省很多钱嘛 对对对 好 那这就是两个大好处 第一个就是便宜离家境 好 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说他不是那种 世界名校或全国名校的那种概念 比较不是 他排名也不高嘛 对 但是呢 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 就是他的毕业率真的是偏低 对 你刚刚讲说一年13万 但是他就有这个好几十万人 那其他 对啊 就是因为没办法 他就是说人太多 然后就是说 其实收进去的学生 有很多也真的就是说 不是很focus 可能打工什么东西的 他四年毕业率在2020年 是31% 就三分之一的人四年毕业 好 那六年毕业率是double 62% 所以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一 多于三分之一的人 是根本没毕业 懂吗 三分之一的人四年毕业 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的人六年毕业 对 那就有一部分人 就完全没毕业 对 那他们其实有努力 要提升毕业率 到多少 40%跟70% 就40%的人四年毕业 70%的人六年毕业 那感觉好像也 也没怎么样 你要念六年 对 虽然他很便宜 但是我觉得时间就是金钱 对 对 对 你出社会就少了三年 对 或者你念三年 两年三年没毕业 那你不如不要念好了 对 再多念两年 我真的觉得 真的差蛮多的 对 七八点就慢了 对 所以这两个问题 就第一个就是说 可能比较不是全国性 全世界性的一个知名 第二个就是说 他毕业率普遍不高 就是可能自己要考虑 好 这是这个两者之间的比较 好 那接下来 当然我们就想说 说加大 这个加州州大审核 也是全人式的审核吗 其实 OK 你问这问题很好 但多多少少是看分校 因为有一些分校 比如说像什么 Sonoma Channel Island 永远都没有收满 所以基本上 你达到最低的GPA 基本上就可以了 因为他最低 还是有一个GPA的限制 就是 就是本州居民2.5 外州居民3.0 所以你基本上达到这个限制 其实你如果没有达到这个限制 你有一些其他补充说明 基本上这些学校也可以进 那所以这个就 没有什么全人式审核 那些就不用说了 但是有一些呢 就是真的是 像最多人分校 像什么Fullerton Long Beach North Ridge San Diego San Jose 这些就是说实在 急破头 因为就是很多人 所以他就是多少 会有些调题 好 那平均 整个平均 加州都立大学 平均GPA是3.38 录取是3.38 跟他要求的2.5 那也是有一段差距 对 对不对 所以呢 很多 热门学校 可能要3.5以上 才能进 好 那其实 我跟你讲 有一个州 加州州大 23个分校 每一个分校 他的这个审核重点 是什么 好 那这个每个学校 都不一样 我上周直播的时候 有分享 但这边就没有办法分享 因为我不可能在那边 23个念 念到完 这个节目都结束了 对 那 这是就是说 每个学校 有不同的考量 要看他多少人申请 跟他能录取多少 但是呢 他有两个比较 一般学校没有的 就是审核的考量 一个是说 当然就是说 这个可能一般学校 也有 就是说 学生选的 这个专业 是不是热门 热门专业 可是这个 他就是有列出来 他有列出来说 比如说Long Beach 他的热门专业 是什么 然后什么 就是说 San Diego 他的热门专业 是什么 他就有列出来 可是呢 他列出来这个呢 是每一年都会改 每一年都改 像就是说 比如说Long Beach 今年就增加什么 Compute Science Compute Science 变成是热门专业 就是会impact 就是说 如果你申请 会比较难进 还有像什么 健康科学 像这个舞蹈科学 今年都被加入 这个impact的major 就是比较难进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 就是说 他虽然有这些热门专业 但他是有列出来 让你知道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 有一些学校 他会考虑说 你是不是在我这个馆 就是我的这个领土里面 读高中的 譬如说像Fullerton 他就会 那个Fullerton 他就会比较在乎说 在Fullerton 附近读高中的人 他有些录取 懂吗 所以就是说 这还是有学校的差别 所以你说全人士审核 不全人士审核 我觉得 就是基本上难进的 就全人士审核 而且还有 现在还有这个 种族的问题 对不对 没错 而且还登高一呼 这真的是 让大家有点头疼 好嘞 那如果说 我们常常会讲说 那比方说 我没有被 常规的大学录取 那我就先去了 社区学院 然后再转常规大学 那有人讲说 好吧 那我原本的 这个愿望是UC System的 那我没有办法 我先将就 好啦对不起 我先进 好不好 先进那个大学 我再转 对 对我从CSU 我再转UC UC对 容易吗 OK 其实以这两条路来讲 社区大学 还是会比较容易 因为社区大学 有跟那个 加州大学 有协议 CSU 加州州立大学 跟加州大学 没有协议 因为它就是 两个四年的 公立大学系统 那你已经有一个位置了 我就不需要 再给你一个位置 对不对 就是说你已经在 四年的大学 有一个位置了 所以我就不需要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这两条路相比 还是以这个 社区大学的那条路 会就是机会高一点 可是不是说 CSU周大 转交大就不可能 也不是 好 我们只是说 那条路比较 机会高一点 可是呢 我要提醒大家 因为现在很多的 家长都会问这个问题 我本来目标是 这个什么什么学校 可是我后来 就没有进到 那个阶神学校 我就退了求其次 进了什么什么学校 那我是不是先去这个学校 然后我在那个 两年之后 那个叫什么 卧心强胆 然后我就 就转到那个 对对对 我跟你讲 以我的经验 首先第一点 就是说很多的小孩子 他现在这个时间点 他会觉得 我就是要转学 因为我其实是要去 那个什么学校 我只是暂时先去 另外一个学校 然后转 可是他去到这个学校 他暂时去的这个学校 他又交到朋友了 又感情了 他又喜欢那个学校 然后他又不想转了 又习惯了 对 好 这些都是不定 也就是不稳定的一些因素 对 都有可能会影响 所以一开始 我们还是跟所有的同学讲 你能够努力就努力到位 对 对不对 我觉得你讲 这真的是重要 而且你要早一点开始 你不要等到 身体的时候 才发现说 啊我这缺这缺那的 对 好 这些还是要呢 听专家怎么说 来我们现在休息 华尔金的工商服务 之后呢 欢迎再一次回到 我们今天的节目 新资讯 新观念 帮您的孩子 定做一个美好的未来 升学直通车 继续回到今天的 升学直通车 节目现场是 哈佛全方位教育 结果的负责人 江主任 好 那说到了呢 这个CSU呢 加州州大呢 大家可能对他呢 有一点点熟悉 又有点不太熟悉 可能有一些人 是把他放在呢 自己的这个 申请大学的 这个名单当中 但有些人会觉得 哎 我还是呢 去拼几家之后呢 再来看看 一些保底的一些学校 好 那接着呢 请江主任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南加州这边 有哪些知名的分校 可以让大家呢 因为现在 这个呢 CSU也非常的难进 他们的审核 现在已经呢 不是标准化测试 也呢 这个宣布永久 现在要拿掉了 所以肯定有很多人 开始要去呢 亲近他了 会想要知道 到底有哪几家 是我们可以努力的目标 我觉得是啦 因为说实在 他23个分校里头 还是有不错的啦 而且呢 其实上 就是2020年 那时候疫情 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请那个 Kalpolipomona的 那个招生部 来帮我们做 那个一个招生的 这个介绍 就是介绍 他们学校啦 对 我真的觉得说 他介绍好厉害 就是他把那个 Kalpolipomona 介绍得很像 那个MIT 不是 他们都说 就是那边 那边算是呢 我们在西方的 长春藤 不是 那个是 Pomona College 那是Pomona College 差很多 我跟你讲 你千万不要跟 Pomona College 一些人讲 是Kalpolipomona I'm so sorry 他会那个 对 他们会 斜眼看我 你有没有搞错啊 你有没有搞错 对 可是呢 坦白说 很多人都有 这样子的 那个搞错啦 真的很多很多 所以你 你不算是一个 特别 我是 常规性的犯错 是是是 是不是 对 但是那个 Kalpolipomona 那个人介绍的时候 像他就有讲说 他们有那个 航太工程系 航太工程系 说一下 你在哪里 航太工程系 都挺厉害的吧 对不对 而且他们 航太工程系 招商不超过一百人 据我 我忘记 对 就是很少人 所以呢 就是说 真的还蛮挑的 而且你能够进去 说实在 你航太工程 你出来 你就是航太工程 对不对 那 像他有介绍 他们的农业系 也是很厉害 像那个 你知道吃那个 早餐 那个谷类 那个Kalox 那个的老板 就是捐给他 他们一整块地 所以他们就是 做那个农 农场啊 所以其实 他们那个农业 的系也是非常好 然后呢 就是说 他们的酒店管理系的 那个 对 实习 是百分之百 是 所以我觉得 这些 那个饭店管理 很难进 很难进 对 所以呢 我们南加州 就是说 我来介绍一下好了 好啊 像那个Sandy Argo分校 其实我们很喜欢 讲什么 就是排名嘛 对 美国新闻世界 报道排名 其实这个学校 是他所有的分校里头 算是 就是说 讲得上这个排名的 148名 说实在 真的不差啦 因为 就是说 像Yossi加大 的这个最后一个 Mercedes 大概也是100出头的名 所以跟这个 其实差距不远啊 那 就是说 他有名的分校 像这个商学院 心理学 生物系 地理学 教育 社会工作 跟大众传播 公共管理运动系 都都不错 然后他这个学校 录取率是34% 录取平均GPA 3.77 你看34% 其实已经比 很多的加大都低 所以 其实你像那个 UC Irvine 现在大概是26% 所以其实 这些 这些 加州州立大学 就差不多了 对对对 然后呢 说实在 你说他34% 对不对 比如说像纽约大学 纽约大学 10年前是30% 现在是10个% 所以这个 加以时日 对 34% 10年之后 说实在 对不对 好 那第二个我要介绍 叫做这个 Cal Poly St. Louis Obispo 像上次来介绍 那个Cal Poly 那个人有讲说 你听到那个Poly Technique 就什么Poly 什么Poly 你就会觉得说 啊理工大学 其实不是 他说 Poly Technique 是一种 一边学 一边做的 一种教学 对 所以就是 也就是说 他们这种学校 就是说 他让你一边学 一边做 所以是 实业教育方面 比较浓重一点 比较强 对 所以这个学校呢 他有一个排名 就是说 美国西部大学 因为他西部大学 有另外一个排名 他是第二名 所以他其实是挺厉害 然后呢 再来 Money Magazine 好 千杂志 多半千杂志 排就是说 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 对 他是33名 所以还不错 那这个Cal Poly Poly Cal Poly Saint Louis Obispo呢 他最有名是商学 工学院 农业科学 跟这个建筑系 他建筑系挺不错的 那他录取率只有30% 所以其实是 也不高耶 对啊 很低的 很低耶 然后平均录取GPS4.0耶 OK Saint Louis Obispo 很厉害的 很厉害 对 那边的环境也不错 对 然后再来呢 就是Long Beach Long Beach也是很有名的 对最近 对 Long Beach呢 我们刚才也讲过 他也是美国申请 学生最多的 榜上有名 是 那他这个西部大学 排行12名 Money Magazine 最佳公立大学 17名 所以 他有名的这个科系呢 商学工程 他这个美工科很有名 美工系 Graphic Design 对 社会学 健康专业 他的录取率31.2% 也不高 也不高 然后他的录取率 录取GPS3.56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南加州 我们南加州比较多 有名的 再来 Kelpoly Pomona 我刚刚讲的那个 来做 那个招生会 其实我那个 那个YouTube视频 我觉得是 蛮值得一看的 因为你看一下 了解这个学校 说实在 你干嘛不要了解呢 对 也算是您可以知道说 我们还有这么一间 其实在这个我们的加州 我们可以去申请 对 我们可以 性价比又很高的 对 就还不错 对 那这个学校呢 就是说这个西岸大学 排名第14名 然后 前杂志排名第7名 所以还不错啊 对 然后有名科系 商学 工程系 农学院 酒店管理 建筑系 对 然后录取率是 还蛮高 55.5% 所以这个学校也值得申请啊 对 然后录取GPS 3.51 那最后要介绍的是 Fullerton Kelst的Fullerton 对 Fullerton 西岸大学排名 第19名 前杂志排名 第22名 著名的科系 商学院 商学院 商学院很有名 然后教育 像比如说你要做这个老师 你要拿那个老师执照 你就去他那边上 传媒 communication 心理学 健康专业 录取率43% 还不错 还不错 录取GPS 3.68 好 再来呢 就是 基本上就是这些学校 就是我们南加州 就是比较 这个 有名的 就是说还不错的一些 对 可以考虑的 在杂志上也是排名的 来 那这北加州呢 北加州的教育 应该是更好吗 北加州 其实 加州州立大学 在北加州 其实有名的 就只有一所啦 就是讲来讲去 都是那一所 就是San Jose 就是San Jose State 他就是在那个 硅谷旁边 对对对 他现在在硅谷里面 对 对 所以就是说 你知道San Jose State 是全部 就是加州大学 加州州立大学 现在有23所分校 这一所是第一所 在那里 发源 发源 然后他建立于 1857年 好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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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对不对 超久了 要生出22个兄弟 你看 没错 厉害吧 所以这个学校呢 西岸大学排名22名 千杂志 公立学校排名 第15名 有名的科系 商学工程 美工传媒 心理学 计算机工程 一定要的 在那边 对啊 称霸了啊 你看 超厉害 就可能走出去 遇到了马斯克 再走出去 又遇到了谁 真的是 对啊 不就总部都在那儿吗 都在那 都在旁边 对对 他的录取率 其实还不错 63.6% 可是我跟你讲 计算机工程 肯定不是这个录取率 那是 然后呢 平均GPA3.52 所以呢 这个是 北加州这一所 其实说实在还蛮厉害的 因为他就在硅谷里面 就 我跟你讲 他就凭这一点 他就赢 就值钱了 他就赢 对 他就值钱了 好 这是呢 这个阶段 跟大家聊到的 就是呢 来这个CSU 其实有很多不错的 这个性价比很高的 这个学校 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最主要呢 可能又要回到了 您自己原本喜欢的科系 这些是不是也都是 您的榜上的一些名单呢 来我们现在 再来休息一会儿 进了工厂服务之后呢 待会再聚会到